2003年,一位身家超10亿的土豪,隐瞒自己土豪的身份,参加国内一档相亲节目,他上台的自我介绍是这样说的 大家好,我今年30周岁,目前在东莞是一个小厂做保安队队长,月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 今天来这个相亲舞台我就是想找一位美丽得体的女朋友,最好是有事业心,不怕吃苦的女生 男嘉宾说到这里,台上的女嘉宾竟然露出来一脸嫌弃的表情,并且有15位女嘉宾选择了灭灯 此时10号女嘉宾举手提问,男嘉宾,你真的在工厂做保安队队长吗?不会是我听错了吧,你这么年轻就去工厂做门卫 在我看来,工厂的门卫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才会去做的,你不觉得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吗? 男嘉宾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你没有听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门卫,主要是维持秩序 10号女嘉宾听完这话非常纳闷,直接问男嘉宾,你到底是什么学历?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去做这么一份没有前途的职业呢? 男嘉宾听后非常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是本科学历,我认为职业不分彼此,每天工作之余可以帮助他人 因为我之前很抗拒跟人交流,自从我做了这份工作后,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人群,让我性格变得开朗了很多 如果我没有这些改变,我也不会来这个相亲舞台,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也挺喜欢的 很多观众听完这位男嘉宾说的话,不由自主地来了掌声 18号女嘉宾对男嘉宾说,男嘉宾你好,虽然你的外形条件看起来还不错,但你的职业还是让我接受不了 再加上你月薪才4000块钱,在我们这个大城市里,连租房子都只能再交去了 剩下的钱只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开支就不错了 我真的想知道你这么年轻,明明有那么多选择,偏偏选了一个看起来并不养眼的工作呢 而其他女嘉宾也是投去赞同的目光 这是另一位女嘉宾附和地说,你是大学毕业,也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长得也还可以 怎么甘心做一份保安的工作,你不觉得自己的才华都被这份工作埋没了吗 你就没有考虑过换一份工作吗 男嘉宾听后不假思索地说,我并没有打算换一份工作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也挺好的,让我很开心 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这份职业,这份工作并没有看起来有些累 我也坚持做这份工作很长时间了,我也是个练就的人 也不想放弃现在这份工作 18号女嘉宾再次对男嘉宾说,你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资,考虑过以后的生活吗 如果我们在一起,房租,水电,还有其他的生活开支 这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男嘉宾想了想说,我考虑过,因为这份工作的工作量不是很大 所以我可以再兼职一份工作来维持家庭费用的支出 也会通过一些项目投资来赚钱养家 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18号女嘉宾听后一脸不屑地说 吹牛谁不会,难道女生嫁给你 就是为了和你一起空谈理想吗 你这个想法很不现实,现在你已经30出头了 难道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点点规划吗 就靠你4000块的工资,怎么买房买车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男嘉宾听了这些话,整个人都变得不高兴 现在的社会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 为什么一提到买车买房,就一定是男生的责任 结婚后的生活,不就是靠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吗 努力工作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吗 我觉得你的思想非常扭曲 你的想法也让我非常难以理解 现场的气氛看起来非常不好 主持人赶忙站出来缓解气氛说 女嘉宾同意,和你在一起之前 两人相互了解,并没有那么多 看重的就是感情和物质 要么你对女嘉宾很好 要么在物质上满足女生 你总得两者站之一吧 男嘉宾听后说 我觉得主持人所说的有道理 对在场女嘉宾说 我可以自己买房 但是我想要在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考虑买房 15号女嘉宾直接说 我可以等你事业稳定 但是你愿意在房产本上写上我的名字吗 我等了那么久 付出的不比你少 男嘉宾听后说看情况吧 加上或者不加上你的名字 有什么不一样吗 再说了 我们结婚后 把所有的钱归你管不就好了吗 15号女嘉宾听后却不乐意了 既然家不加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加上我的名字让我管钱 难道就管你还了房贷剩下的那几个钱吗 男嘉宾被羞辱后立刻反击 4000块钱很少吗 你们这些女生也太物质了 开口就是车子房子没等男嘉宾说完 15号女嘉宾毫不客气的回对说 那我不需要给彩礼吗 结婚难道不需要白酒席吗 这些都需要花钱 我是一名按摩师 每个月的收入也在3万左右 就靠你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白送给我 我都不要 我可以陪你创业 但你连女生最基础的需求都无法满足 我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最后轻蔑地看了男嘉宾一眼 就直接灭了自己的灯 在经历过这几次对话中 台上的灯几乎都灭了 只剩角落里的最后一盏灯亮着 男嘉宾见状疑惑地问女嘉宾 你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为什么还为我留灯呢 难道你愿意和我牵手吗 女嘉宾说 我愿意 我觉得你不错 作为一名高学历的男生 居然愿意低头去做门卫这样的工作 这已经是莫大的勇气了 我也看出来 你不是对未来毫无规划的人 现在我自己经营着一家门店 我也很支持你创业 就算你失业 我也很愿意再陪你东山再起 我们的性格也非常合适 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 男嘉宾听后非常感动 对女嘉宾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其实我刚才说的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月收入四千块钱的工资 确实是不够租房 但是我买了一套别墅 在其他的一线城市还有几套别墅 我说自己是保安队长 只是为了隐瞒身份而已 希望你能理解我 说完男嘉宾走到了女嘉宾的面前 两人牵着手幸福地走下了舞台 台上的女嘉宾听后竟惊讶又后悔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支持